最漂亮的景點 中莊吊橋 它還橫跨了大旱溪 左岸這邊是中莊調整池 右岸呢就是山豬湖的自然生態園區 聽說這邊的景點都非常的好玩 它是全身上下都是可食用的蕨類喔 它裡面水超多耶 姑婆芋它有這樣的紅色的果實 老師這可以吃嗎 不行 基本上姑婆芋整顆都是有毒的 躲定桃園市YouTube頻道 秋桃不一樣帶你看見不一樣的桃園